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我想很多人去商場都會去下廁所, 但是我看到一個新聞, 這個新聞我看完覺得非常之好笑, 小鵬書都見到, 他說最後的挖強, 人有三急, 無辦法理解商場的座廁, 不知為何要學國外所謂高端場合, 公共場所要搞座廁才比較高端, 人來人往座廁不方便, 而且又不衛生, 有些老人家人婦不方便的話, 可能一兩個座廁, 然後準備好一次性馬桶戰, 方便老人家和大肚子群體, 如果全部都是座廁, 大家都想去坐, 誰敢坐呢? 不如蹲廁, 清潔阿姨, 打掃起來又方便, 大家又用得安心, 自己了, 肚痛, 頂不順, 跑上場幾乎都是座廁, 直接要崩潰, 無辦法整個過程都紮馬, 可能最後都要跪在廁所了, 可不可以不要追求高端場所廁所就是座廁呢? 其實我自己看啦, 你說坐廁也好, 蹲廁也好, 你在大陸我都見過不少蹲廁的, 同樣好髒的, 蹲廁他好厲害的, 人好有創意的, 直頭是出世界都大有人在的, 其實你說這一個這樣的廁所, 沒說文不文明的, 就是用那個人有質素, 那就會好些咯, 就算你說蹲廁, 都可以好髒, 坐廁, 同樣你去的高級地方, 它亦都是好乾淨的, 好似你在賭場酒店那些廁所那樣, 沒有人會說它是髒的, 一樣都好乾淨的, 當然你說出去用的廁所, 就算我自己來講都比較少的, 除非真是頂不順啦, 如果真的要用, 我其實都會好似你那樣, 鋪到整個廁所拿來紙巾咯, 還有如果你說蹲廁好些的話, 應該每個地方都做蹲廁啦, 就算大陸來講, 你去的高級地方, 它們都是坐廁的,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, 它這一個反而要你到後走回, 用回蹲廁是什麼概念, 好啦,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